臨時我想請教AZ疫苗 繼英國之後今天恢復開打的南韓 他們也希望排除30歲以下 英國建議30歲以下你打其他的品牌 不要打AZ 南韓在今天恢復施打的過程中 也排除30歲以下 那澳洲的部分 AZ不再提供50歲以下的人施打 除非民眾已經打下第一劑 而且沒有副作用 否則建議50歲以下改打輝瑞 這是歐洲方面 菲律賓也建議暫停60歲以下的民眾去施打 來怎麼樣看現在的態勢 因為我們第二類第三類也打了 AZ疫苗對於到底什麼樣的族群 怎麼樣年齡 甚至有什麼樣的病例的人 是屬於高危險群嗎 來林醫師 其實每個國家對於疫苗的施打的政策 會有所不同 那我們之前也提過 包含指揮中心也提過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人種 本來所謂血栓的風險 就會有所不同 那我自己也認為說 其實每一次疫苗 這樣講一個疫苗 如果它完全沒有副作用 或完全沒有傷害 這個幾乎不可能 除非你講起來 它真的打的是生理食鹽水 都有可能遇到剛好打了生理食鹽水 之後發燒 結果被算在可能是它的傷害 或它的副作用的情況之下 所以簡單來講 現在以台灣目前只有AZ這支疫苗 那全世界在AZ這支疫苗的施打狀況來說 歐洲有一些個案發現可能跟這個 目前他們有報告認為說 跟一定程度的血栓有關 可是第一個在台灣的資訊是 多數我們本來亞洲人 然後又不是嚴重肥胖的情況之下 血栓的機率本來就比較低 那第二個其實我在之前在臨床也會提醒過我們的病人 尤其像婦產科我們比較遇到女性在使用口服避孕藥的話 或者是抽菸的人 她本來就是高度的血栓風險 那這種情況之下 即使這個疫苗本身 它並不是直接造成血栓的情況 它本來就會有血栓的情形 那我們會對於有在使用口服避孕藥 使用荷爾蒙致基 或本身是很嚴重大量抽菸的人 那她施打疫苗的時候 我們當然會擔心說 她本來一旦原來的疾病發生血栓 可能會被算在或誤以為 或容易合併認為是疫苗所造成的情況 那每個國家的狀況不一樣 就是說多數的國家 為什麼台灣現在沒有那麼積極的打 或國內沒有那麼多人覺得她非打不可 是因為台灣內部沒有疫情 可是其他國家是你每天 像美國每天還有6萬到8萬人以上的感染者 或者英國甚至有很多 她已經是感染過了 那所以這些國家 她會比較積極的要求施打 或比較強烈的施打 那你打得多你就會出現副作用 那台灣目前施打得少 雖然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有非常所謂嚴重副作用 或不良反應的個案 目前是還沒有 至於說哪些人是高風險群 或哪些人不是高風險群 我先講第一個事情 民眾不用擔心 是因為我們在施打順序來講 現在也才開放到醫療人員之後 第二批所謂防疫傷官人員 或他有特殊職務 像今天開放了縣市首長 也就是他的工作職務 本身比較有可能接觸到感染者 或他的工作有可能在未來 是比較高風險這些人 那等到這一批一批的施打 都開放完了之後才會到民眾 說白的民眾自己不用擔心 再來第二個事情就是 全台灣所有醫療院所在施打 這支疫苗之前 都還有嘉醫科的醫師要先問過 你對於哪些製劑有過敏反應 你以前打的疫苗有沒有不良反應 你本身目前也沒有在使用哪些藥物 那這些藥這些資訊都是在施打之前 民眾就會先經過嘉醫科醫師的確認 那像我們自己打疫苗之前也都會確認 還包含我們比方說院內同事 他們也會先跟我們討論說 他最近有在接受哪一些藥物治療 或他經過 剛剛經過哪些藥品的治療 甚至包含健康食品 有一些健康食品 可能也會出現血栓的風險 或凝血功能不良的風險 那假設他有在使用這些東西 民眾不用自己去想 因為你要施打疫苗之前 你的嘉醫科醫師 就會先跟你討論 你目前所用的藥品 或你的體質 或你的家族史 或你過去的免疫風濕 或過去你的免疫病史 有沒有哪些狀況是高風險群 所以簡單來說 大家照著開放的程序 然後輪到你施打的時候 把你的過去的病史 跟你的醫生好好的講清楚 讓你的醫生幫你做評估 我相信會是最好的做法 是 非常謝謝林醫師 我請教老師黃醫師 怎麼樣看在全球對於AZ疫苗 提出不同的政策跟因應 你怎麼看 是 這個AZ疫苗在最近 這樣的一個血栓的事件 其實真的是讓很多人 會對這個疫苗有新的一些建議 所以在這個年齡層上面 你可以發現它跟我們的科學的數字 是成正比的 怎麼講呢 就是說這個疫苗 年紀越輕的人打這個疫苗 有可能發生血栓的機率會比較高一點 這數字我待會跟大家講 那另外年紀越大的人 他其實生重病的機率 死亡的機率特別的高 但是他發生副作用血栓的機率反而是偏低的 所以這兩個一消一漲來講 你可以說AZ疫苗就是專門預備給60歲以上長 這個年紀以上的人接種 因為它的副作用呢 10萬人不到0.2人會產生血栓 但是在一般的接觸的這個國家裡面 10萬至少有14.1人會發生這種重症或死亡 如果得病的話 所以在疾病嚴重度比較嚴重的年紀大的人 打疫苗又安全性比較高的 這一群人在各個國家的規範 大家都說建議建議建議 但是隨著年紀越輕就不同國家就有不同的說法了 比如說像這個南韓可能就卡在30歲以下 說30以上可以打30以下我們再看看 那有些國家可能就卡在50什麼的 那個大概跟他們自己境內的數字 自己境內產生血栓的病人的年齡去不一樣的 但總而言之那個趨勢是一致的 那我們台灣目前還沒有界定這個接種的年齡 主要也是因為亞洲人的病例 只有南韓是我們可以觀察的點 因為其他的亞洲國家至少到目前為止 像泰國其實都沒有發現這個副作用 所以但我們可能以南韓會作為 我們最後制定這個年齡層的這個指標之一 而南韓是昨天才公布 所以我們可能再看看 今天才恢復打 對那麼我們的重點是要提醒大家 這個血栓並不是沒有藥醫 大部分在歐洲這一段血栓之亂之後 大家都有共識說所以只要打免疫球蛋白 有血栓的這一群人的血小板就會爬升回來 然後他的血栓可能就可以改善 所以他並不是一個說不治之症 但是就是提醒這些年紀輕的人 如果打了疫苗之後 五天到二十天這當中 還是覺得不太舒服 記得要找醫生看一下 有沒有具體的一個病症 比如說有一些他比較可能慢性疾病 高血壓大概是什麼樣的狀況 比如說糖尿病是什麼一個狀況 這一些有他的病史的人 包括年齡層裡頭 屬於是最危險的族群 到底哪些 因為對我們來講五十歲以上 六十歲以上 他要打的話 到底考量在哪裡 今天我特別提到 有好像五年糖尿病病史 羅一軍 他說他代表糖尤來打 這個部分黃醫師可以幫我們具體說明 我們先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冠狀病毒 新冠病毒的病人 那麼剛才講的慢性病 或年紀大的 只要你感覺 聽起來這個人免疫力比較差的 通常重症機率比較高 但是打AZ疫苗 發生血栓 就是跟你想 這是完全相反的 他反而是年紀輕的人 沒有什麼慢性病的人 甚至體重比較瘦一點的人 那女性 大概比較唯一是 就女性 女性機率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你說 其實在這個幾百萬人打裡面 也只有大概這麼幾十個案例 我們也沒有辦法完完全全的告訴你說 所以危險族群 就是女性幾歲以下 你有什麼樣的血型 我們沒有辦法講得這麼明白 所以才會先切割年齡 然後之後可能會再根據性別再切割 但總而言之 這樣的一個血栓發生的 跟你我們想像中比較殘弱的體質 是完全相反的 我們必須要先瞭解這一點 是